YoYo What's up 大家好 我是FashionBoy 欢迎来到这个18斤实验室 This is a comeback baby I think you guys missed it 今天之所以会有这个comeback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前几天 然后我就跟我讲 不嘴 我决定了 我换Style 很好 所以 我喜欢你的X VESO 送给我啦 是意思有这样多鞋子 是不是 我觉得你穿converse 要配你的亲子吗 我打U 只打Shout 穿鞋 穿X VESO 也配 converse不要配你的亲子 X VESO converse X VESO converse 有两对自己选 嗯 乖啊 你下个amook讲他不可以有GTR加Bansy 我有买GTR 我买Bansy给你 我有买GTR Gadget 我有买GTR 有啦 Converse Converse 你整整天要为我好不我改造 那 你欺负人了 我去DIY 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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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要教你Less is more 把300块的鞋 变到1000块吧 哼 厉害没有 别那些Facebook在教你赚钱的大师更加紧臭吧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两双丑丑的宽位 解构 然后变成一双让你喂到不要不要的X VESO 所以你会需要用到的工具呢 就有刀 剪刀 Glue 还有更加多的Glue 首先 你要为它宽衣解带 然后你要把它分撕嘛 所以你的刀需要非常得力 结构这东西其实看似简单 可是却大有文章嘛 在除石阶我没有错的话呢 这个叫回关 在一般人的嘴里叫默光珠 你要尽可能不损坏鞋头还有鞋底的情况之下 把它的肉取出来嘛 这边要做的东西就是把不要东西切掉 把要的东西拿出来 你要尽可能维持它们最佳的状态 因为肉身越美 出来的成品才更美味 反正那个concept 就是头有头样 骨有骨样 这样chicken pie就要有七八样 Mock完了过后 你就要把它的spare part给丢掉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大概会花你一个小时28分钟 然后就可以把整对鞋子分撕到干干净净 如果你做不到 这不你手残嘛 就把这个东西 One more to go 然后接下来就是很考功夫的地方 这个时候你需要用Mr.DYK 买到一包10片 不是尿片 是傻子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 把你平时被女朋友按在地下 摩擦摩擦再摩擦的动作 还原 但是你不要摸到太破 我只要它有一点点破 就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 就要触动你灵活的手指 用这个来挑臂毛的剪刀 去把毛挑出来 嗯 六北鞋 挑臂毛好像不是很优雅 还是用行龙做饭这样 比较优雅哦 嗯 OK 把你自己想要成你是地狱出身 Gordon Ramsey 人在做天在看 今天我们要做出一首好饭吧 来下点Music 有什么那些 有什么 那大家在挑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我先跟你讲一讲 Combus 它的鞋身是由三层布融合而成的吧 所以你在挑的过程 你会发现到 它靠的是一条线 把他们紧紧相连吧 如果这条线被切去了过后呢 三片布就会分开了的嘛 其实我为什么会懂 因为我搞砸了 大影大概看到它的鬍鬚全部出完了 这边要用切冲这样的手感和节奏去掉它 简单来讲就是 快 很准 干净绿络 出手 击破 这个很Pro的Skill 我们叫Destress 就算Destress油仔裤这样 至于Destress到什么程度 取决于你有多stress 至于鞋子的舌头 除了垒牌的破坏 我还特地在它表面上给它挑了一个洞 让它增添一种岁月的痕迹 至于其他地方 如果你想要做相同的动作没有问题的 这是看Sense的 这整个过程 除了很好训练你的耐心之外 还可以训练一下你的手枪手 不是 我是讲可以训练一下你的手活 因为这个动作 要持续很7的久 因为有很多东西要挑 你真的会挑到怀疑人生的 没错 当你跳到怀疑人生的时候 就说明了 差不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拿出那只小小只的东西 如一些粘性的液体出来 记得我说过一共有三天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最底层的那一片 根据这个鞋的脊椎骨 往外贴吧 记得不要用手去啪啪啪 不然呢 你就是会烫伤手的 因为你割我 大家如果你们用布这样弄到的话 不要硬扯开 我就是刚才扯开了 你看 它这个 几前它就自己会跌了 又不能拿种子 逼种子 故意 那刚刚你就把最底层那片 往最外面去粘了嘛 这样接下来这两片 就往最里面去粘吧 最后呢 再把这一整条的洞洞 粘上去 这样就可以制造出 Expresso那种解构式的层次感 绝对不是为了 补救我捡到好像老鼠咬的地方 而去做的吧 那在粘这个东西的部分呢 我比较建议 先把这一排洞洞 穿上鞋绳 把它拉对准的位置 然后才apply the glue 不然呢 你就和我一汉 连完了过后 才发现洞的数量 不一样吗 是很GG的吗 那你们记得吗 我讲过的风格style 还有一个formula 叫S equal to K加L 没错 就是SKL Sorry 但是SKR 啦 只是DIY哦 就不是要做一个 山寨版的东西 只是我们要去体验下 创作者本身的一些 灵感来源是怎样来的 而当中 希望我们可以 启发到自己吧 所以 这一对鞋子 我就不想它变成一个 完完全全 100% 山寨版的 x vessel 所以我决定给它一点 quiz 所以 我给它变成一个鸳鞋 真的不是因为 隔一个鞋子 要用三四个小时 然后我决定给它一个 double tongue 为什么 给牌啦 music 你看 这鞋子 从原本的宽威 变成了一双 精力成爽的宽威嘛 只要你没有忙的话 你都看得懂 这鞋子 比一般的宽威 来得更加假白 照耀得来 不消蝙蝠 放浪不济 却有点东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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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special之余 有点缺乏我的感觉吗 哇 这个如果有我穿了 喔叻 恐高效的哦 诶 不如就叫 恐高效 嗯 送给你啊 蛤 你终于有心事了 喂 这样好看 你试试要穿给我看的 来 哇 哇 很超好看哦 简直是点啦 这样子一刷X special之后 就我拿了 那个这样适合你 你穿了 哈哈 拜拜 不追 Thank you X special 这个我就喇喇我 哈哈哈哈 解论师 潮流是留给有钱人的吗 我们就负责引领潮流 他只有走过前人走的路 随便后人的才知道怎样去进步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 看个吧吃 看来也按下我意思吧 要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开小铃铛吧 我们下集见 拜拜